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 欢迎收看胡侃 无论经济复苏还是推广疫苗 中美都在2021年站在了世界的前排 那么2021年中美谁会得分更多 实现更大的综合进步或改善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它的最新评估出来了 大幅上调了对发达国家 今年经济的增长预期 从4.3%上调至5.1% 其中美国调的最高 从5.1%上调至6.4% 发展中国家呢 只有中国的形势被IMF进一步看好 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8.4% 也就是说 美国在去年负的3.5%的基础上 今年要同比增长6.4% 中国在去年正的2.3%的基础上 增加8.4% 如果呢 与2019年相比 按照IMF的预测 美国今年相当于增加2.68% 而中国呢 相当于是增加了10.9% 所以呢 表面上看 中美今年与去年的同比增长差距将不大 但实际差距是很大的 美国的增长能力远没有赶上来 今年一过 美国的增长率又会降到比较低的水平 而中国的6%左右则有望保持 另外 美国的增长很不干净 今年初到现在 美国新冠疫情又死了20多万人 也就是说 它的经济增长很野蛮 是牺牲了很多人命的 反人道主义的 而今年 中国的新冠疫情死亡病例是极个别的 美国今年经济反弹有两大推动力 一是疫苗打得快 二是呢 无上限的量化宽松 拜登政府已经推行了1.9万亿美元的纾困计划 又宣布了2.25万亿美元的就业计划 加上特朗普之前的刺激计划 票子因这么多创了历史记录 它不可能没有长期的负面后果 而中国今年的财政政策要稳健的多 我们的增长更是实打实的经济复苏 而美国需的东西更多 美国为了自己安全 疫苗接种的很快 已经打了1.5亿剂 却一直拒绝迅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疫苗 接下来有可能 美国所有该接种的人都接种了 而有些发展中国家连医生都没有疫苗打 这是道德灾难 无论美国如何在舆论上长袖善务 人心我相信是有一杆秤的 美国的自私通过这场疫情暴露的淋漓尽致 这将削弱它 把人权当成价值观武器 推行其霸权的能力 所以大家别看美国在新疆的问题上 炸炸乎乎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不会跟着他们跑 因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 是中国雪中送炭 把第一批疫苗送到那些国家的手中 中国做了本国接种疫苗 和对外疫苗输出的坚固与平衡 今年还有很多不确定性 包括病毒是否会出现疫苗控制不了的变异等等 毫无疑问的是 中国的应变能力也将远大于美国